砂鍋 問到底 哈 耶 給大家看一下 砂 砂鍋 被我批破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今天要 養足精氣神 才有辦法打破砂鍋 問到底對不對 今天真的齁 我們要好好的來問一問 才不忘我這個封號 就叫做問書 好 我們今天可以問贏嗎 不要問書好不好 我今天說問書真的 我們要贏回來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剛才有說 缺氧問題讓我們問得了 對 就是這麼多問題 那剛剛陽明講的 你不可能帶了一個氧氣筒在身上 那只有一個辦法 我們用攜帶式氧氣筒 攜帶式的 那什麼是攜帶式氧氣筒 就是這一筒 攜帶式氧氣筒 放紅景天 旁邊這一盤 就是紅景天 紅景天被稱作這個 攜帶式氧氣筒 是有它的這個淵源跟道理的 我們看一下 全世界有一百多個種的 品種的這個紅景天 那麼在大陸有三十幾種 有七十幾種 在那個西藏有三十幾種 那根據衛生署做過一些 用HPL的吸氣 分析它裡面主要的成分 大概有三種最好 其中一種最好的就是 藏地紅景天 藏地紅景天 就是我們桌上這一盤 它叫藏地紅景天 是來自西藏的一個草本植物 它整顆藥草都可以入藥 當然它根莖的這個藥用的效果是最好 可是我這樣子遠遠的就聞到它一陣味道 很苦澀 這味道不好 我也苦澀 因為我們用傳統的這個煎藥機去煮 去抓 那我們桌上這一公斤 大概是你去買大概上千塊 一千塊再不去 哇 也沒燙 沒燙 那我如果說像我們剛剛這些體質 你有幾項 有這樣體質 你大概這一盤只能這個 吃三天 用抓的可以吃三天 那我也很充分 吃三天你要吃幾杯 我們這三碗全做一碗 一碗全做八分之 有頭有這個 一天你要喝八碗 要喝八碗 對 才能夠足以抵抗 我們這麼多的這個切氧的狀況 那八碗 這個錢是四小 幾百塊四小 問題你做不到 要花時間去煮 喝下去 皮這個味道不好 還要喝 這個我先倒出來 讓你看你手拿開 到處來看一下 大概是這個顏色 這用煎的 這個熟 這不會完全煎好 但是我如果跟你說 你要一天喝八碗 才能夠改善這麼多切氧的狀態 你等它稍微冷切以後 你喝喝看 是 你的空氣做不夠 這皮 現在煮到這個味 就人家倒不掉了 那為什麼做不夠 味道不好聞 做不到的事情 再好的東西 等於是零 是 為什麼 沒有人敢喝 所以我們說古時候有一句話 對 良藥苦口 就是在騙人吃 在扣藥 身體健康 是 當然那時候沒有科技 沒辦法 我們現在科技告訴 讓我們什麼 是 我們把這一公斤的 用現代生物科技去做萃取 對 特別是有這個全世界專利的 用這個萃取技術叫什麼 低溫逆向的萃取技術 對 這樣的一大盤一公斤 我們可以萃取成500CC的 這個容易的這個原汁 500CC 大概那個顏色很容易 等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是 在外面沒有帶進來 好 那這樣子我們再給它 這個冷凍 是 乾燥 噴霧 這樣又可以變成我們前面的 紅景天這樣子 把它裝成36粒 是 整個36粒 大概像紅豆的大小 那這樣的一個量 對 怎麼樣 可以讓我們 是 一天吃兩粒就夠了 那等於這個吃兩粒的量 大概像這一瓶 你是說 這個可以 用生物科技技術 用低溫逆向萃取技術 把它萃取成這樣一瓶 500CC 然後再噴霧照例 做成這樣的一個粉末 再做成膠囊 可以做成36粒 36粒 你一天吃兩粒 就可以吃18天 所以你說這個裡面 就是可以讓我們 養足精氣神的秘方 就是我們這個低溫萃取出來的 這個紅景天 對 很濃郁啊 對 所以我說你用現在的科技技術去吃 比你去市面上買的 省了十分之九 是 也就是說你用水煮的方法的 十分之一的代價 是 你就可以吃到我們藥裡面的 主要成分是什麼呢 對 紅景天皂肝 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 紅景天 它是屬於本草的上品 可服證固本 在當今醫學的語言 我們說紅景天它既有人體 細胞潛能的激活能力 再往下看 那院長照您這樣子講 等於就是說 像我們是練功夫的人 大家就來講 我們的這功夫底子要好 那如果我們身體底子要好 就是細胞怎樣都活絡起來 那個清朝 康熙 是 乾隆他們都是武功高強的 特別是乾隆 乾隆喔 有練龍 乾隆下江南不是都武功高強嗎 是 他也是用紅景天在養生 你想康熙活了69歲 乾隆活了80幾歲 對 兩位清朝年齡最高的皇帝 都用紅景天來做養生 是 這個當然也有歷史的故事 對 在當初 邊疆地帶作亂 那麼 這個 康熙就議價親征 帶部隊到邊疆地帶去平定這個亂演 可是當 到了當地以後 所有的士兵 倒會倒分會分 是 兩隻腳都倒在那裡 沒錢就已經輸了 是 這個時候康熙大帝 他大概一籌莫長 慘了 躲這堆兩公兵 怎麼打呢 正在他焦慮的時候 這個西藏 我們說蒙古醫師叫蒙古大夫 是 西藏的醫師叫藏醫 藏醫 就提供了這個紅景天泡的藥酒 濃縮的藥酒 給所有的士兵一喝 大概不到一個小時 大概30分鐘左右 所有的士兵又生龍活舞的站起來 就平定了這個亂演 那時候 這個康熙就覺得很神奇 怎麼有這麼好的東西 讓我能夠把這個地方平定 不然這下子就糗大了 是 所以他就給他吃了一個叫什麼 仙士草 就是仙人賜給他的 仙士了他的這個草 能夠讓他度過這個難關 是 從今以後他就規定 平民一般百姓不能採這個來吃 只有達冠賢 只有帝王之家 才可以吃他 那我們現代的這個21世紀 對 明子時代 你只要懂他 你就可以吃他 就可以來用他 你就有能力吃他 為什麼 用現代生物科技的技術 是 讓他平民化的價格 嗯 讓你知道這個東西的好 好 那當然呢 剛才這個院長也跟我們講 就是說 其實怎麼樣來聰明的選擇洪景天 當然除了說他的一個源頭 藏地的 要藏地的洪景天之外 對 就是要藏地洪景天這樣的一個 這個品種 對 要用低溫逆向萃協技術 為什麼要用低溫逆向萃協技術 我們看一下這個實驗 好 因為為什麼不用高溫的 高溫不是能夠再蓮蓮蓮 把一些精華都蓮出來嗎 因為我們吃洪景天 它裡面有很多的成分 有這些微量元素 有一些氨基酸 重點是它裡面有洪景天罩肝 洪景天罩肝 它能夠幫助我們增加吸氧量 是 改善切氧的問題 所以我們用 俺ンビ